中文字幕志愿 我擦 兄弟们起床了 刚才我奶奶叫我起床 还没豪华别墅 昨天是晚上的九点多睡了 然后睡到今天的五点 快六点的时候 五点五十多的时候 去趟厕所 然后又接着半睡半醒 搞到今天是八点 八点三十多还是五十多 太阳城鸡 八点四十三了 马上就九点 然后刚才我奶奶上来 可不可以吃饭了 然后现在就 穿下衣服 下午吃个饭 吃饭也就会 在那早上还送饭 我还以为不送饭 不送饭的话中午吃饭 早上还起 这吃不吃都不会送饭 不送饭 然后还没有充电宝 没充电宝 在这里 从电宝 我现在衣服也穿好 然后先吃个饭 穿着脱鞋呢 后面才夹要脱鞋呢 然后 进入口水 门都完关了 你看他压到外面就是这个高速公路 看到了高速公路 都起床了 这上面是二楼 三楼的话没有东西 你看他们这还有这种腊肉 这是厕所 跟我家以前的厕所一样的 可以啊 这外面全都是山的 高速公路 非常nice 你看这尖叫呼呼都搞这个什么 这是腊肠还是腊肉 从头都搞这些东西 他这也是烤虎 你这种吗 你这人会已经在半盏了 看我奶奶 全都是老家事 跟我家差不多 比我家好一点 小锅子都烧个水挺挺挺好的 这烧点烧茶的什么 这边现在也是烧柴的少了 昨天 等于说睡了一觉 今天挺好的 清晨恢复起来了 要不昨天我走 走着路我都想睡觉 哎呀不坐火车吧又到不了 坐火车吧又是搞那么长时间 坐高铁吧晚上又没有吃 上人建议食盐离这很远的 也没办法 来一趟真的是很不容易 张不丑 他这不是张丑的东西 就是他妈婶子 这猪确实像眼 嗯 这个 湖北的猪 跟咱们河南的不一样 他提醒感觉消啊 张不打啊 嗯 哎呀张鸡鸡鸡 下面 人家人 人家人 人家人能跟铁光铁都放进 是啊 这边青车站 ol 这水都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矿泉水的 那些高山 它流下来的就储存到一个水池里面 然后各家都可以用 下面的话 可以放点东西在高速下面 门口就是高速公路 上面可以放车了放什么 第一个月也没事 这边好几条高速公路啊 都是从山下边修上来的 这边这两年真的是大力发展 其实山区看起来比我们河南的话 好上去多啊 他这有山有水的 是你们几点啊交通不太边理 你这想出个村 想出个线真的特别难 你不说高速的话 你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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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去 就这一点会去拿都挺好的 兄弟们呢我奶奶的亲戚是真多啊 这儿这儿是他表表什么表妹家 那姑的女儿就是她表妹嘛 这是她表妹家 然后这边是我 三姨奶家 她们不知道为啥在一起 就在隔壁 表妹家就在这 她在里面 我就在外面等着一起 老人家说话 我在那没啥意思 也没啥看 湖北这里你会发现 家家户户的都会买这个吃 因为这里出行特别不方便 这都是盘山工作 如果走高速的话快一点 不走高速的话 去个市区都很难的兄弟们 光从这个地方啊 跑到那个石岩市啊 也不是石岩市不是我小县城啊 高速过了费25块钱 他们这出行真的非常不方便 你们全都是大山 他这一样 湖南一样 都有这个柴虎 不过他们这好像没有那种仇份呢 就是厕所呢 还是用一个挑子啊 就是单份 不知道单到哪里去 每一家的都喂的有这种猪 他家也有猪 每一家都喂了一头猪 这边等于是一年喂头猪 长到过年 就自己一杀一吃 挺好的 不像我们河南都是买猪肉什么的 他们这都是家家户户自己喂一个 一下生不安生菜了 喂给猪就ok了 这边的山的话 我奶奶说都是石头山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山 反正上面还长点东西啊 长点植物了什么的 这边的植物好像都是比较耐旱的植物啊 山看起来还好 不是那种从光头度的山西 我感觉山西的山比这还光 这还好吧 这边每家每户来都会晒这个东西 这个叫萝卜啊 萝卜他们好像都会晒啊 家家户户我看都晒每个这种东西 我们那很少晒这个东西吃 可能很少搞点 他们湖北人搞这个东西 我就晒晒 然后炒菜的干嘛就拌 这儿吃 这头如来客人呢都往外瞅瞅瞅 山区啊 我奶奶带我去以前的就职 以前那个家都没有了现在全都没有了 这家底盒这儿的 这高速下面还有人住啊 你看这走的不好走还要从那小路上 你看这儿还有人住啊 这三脚下我看就这一屋人家啊 这是上山的小路可以往山上去 啊 嗯 这一样是它是窄子 湖北这里还要种这个小麦的 不过种的不多 他这产量不强 基本上都是种芋米耐旱 他这弄水不好弄啊 你看都是用那种 桶一桶一桶的弄啊 特别难这边 哎这家不知道谁家 我奶奶说 他家就在这 也看不住哪个是 看不见 说说话风景还不错啊兄弟们 去一望无际的大山呢 这是溪流 从山上流下来的水 这水看起来又有点黄啊 这三军就是这样啊 小桥流水的 有那地点户位不是木山区 不用呢 全都是这种 溪流了什么 都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这都是捆捆的东西 烧柴用的 现在没人从山上被柴了 以前有被柴的 谁不知道从哪座山上流下来的 这细流一直流到那边去 下面好像没什么鱼啊 没有鱼虾之类的 反正都是石头 反正都是石头啊 这条溪流应该是从前面那座大山上来的 在这全都是这种盘山公路 你看 要么你就走高速 这路走着麻烦 非常考验角力 刚才喊奶奶吃饭 现在中午了 然后又来开了我三姨奶家 她闺女 我还能喊表姑娘来了 今天来串门的吧 很可能 刀票我准备买呢 也买也买了一个那个后补的 两个后补的 不知道能买到不 我卧铺能买到就是提前两天 如果买不到那就算了 能买到的话就买 买不到就是两天之后再重新买 就一样 费点事麻烦就这样 哎呀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多了 然后饭也吃过了 这边这个天气真暖和 这回我衣服不想脱了 我奶说容易感冒就没脱 就外面还穿了一件这个衣服 不然话冷啊 在火车上真的很冷晚上 在这不闲啊 在这这个山区这边四面环山的 你看全都是山 这一圈全部都是山 但是后面还一次山 把全都是山 那个应该是个电塔吧 他过那个高压线 必须建那个东西的 这山人很常见 然后这是四面环山的 这个路的话 就下面的路都是盘转公路 他一圈一圈的 你开车手动挡的不好开 你看他们好像都买了自动挡吃 就一脚油门就上去了嘛 就这么回事 然后上面还有两条这个高速公路 他是还准备修那个高铁站 你看下面还有人家干活的那个半挂车 啊 这种应该是B正还是A正才能开啊 这种车就是驾照要求的很高 咱们一般的话只能开这个蓝牌的车 C1啊 C2的话只能开自动挡的 他这水的话也不要钱 一直可以留啊 不要钱的 从山上留下来的 我奶奶我大姨奶还是我二姨奶 三个 刚好团聚一下 在这说实话 感觉这天气挺暖和的 比我们老家那块暖和多了 这边他们也不带院子的 没有院子 这走过去就是第二家 他们这不修院子的 我们这全都是那个什么 房子了修个院子了之类的啊 这边他从来不修院子 就直接外面就是这个平地修一个那平 然后下面还搞一个那个下坨 下坨这必须用摩托车才能 那个啥才能骑啊 你如果说用电池的话不好弄他这家家户物的用摩托车 然后汽车也有有很多都买了买汽车 要不然你出门都不方便 这边的话你出门找车都不好找 真的就像这农村 两个车都没有你想去实验是就去一个县城 还要开车你不开车真的不方便 就我问了问就出路车从这个地方到那个云西县客运站都要150啊150一个人他不是他好像说几个人都可以反正就是把那个吃包了150块钱也没多远就那么贵去实验更贵的实验每一个两三百块钱过去下不来去实验这里离实验室还有大概 你要是开车的话应该也要一个小时左右啊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这边离武当山的话也是一个小时但是武当山没法去这全都是高速公路你又没吃了没什么的你怎么去 你打个速度是不划算是吧去一趟100块钱没了再回去一趟100块钱又没了就这么远距离啊 所以说也没办法吧就过来陪着我奶奶啊到时候买的是2月6号的票啊2月6号咱们就撤退回家回家该办咱们的事了啊护照什么的护照反正是办完了 就是那个签证和那个国际健康证以及那个黄热钉疫苗那个必须打不打的话是不能入境的非洲那边是多所以说没办法那个必须搞 兄弟们兄弟们我有点懵逼啊这被子怎么没有了我上来我冲着店回看过去啊被子没有了我不知道被子在哪里还是在下面晒着弄得好懵逼啊 我都无意学的没有了我按下上面躺一会不知道下面是被子的不知道是我的被子的 比如问一下把被子拿上来不一行哎呀这样搞的搞得好无语啊昨天睡好好的晒什么被子呀来都来了还晒被子带到我上去我都没想起来晒被子 可能那个被子太久了吧我不确定你看到上面全都是灰我弄了这种屋哎 这不多久没人睡这还有个席 搞不过这辈子问一下 兄弟们刚才在这个屋子里面睡的久了然后他那个被子也会拿过来看下 背的话是在下面晒啊刚才没被子 我就躺着睡然后就睡着呢那个我还还表述呢就是我三一来的二儿子 然后他把这个被子我掐上来了然后我都说谢谢啊 我还以为被子在哪里呢还真是在下面晒啊 刚睡了一会儿 刚才上了厕所又在上面躺了 跟一个粉丝聊了会前那个粉丝问我啊 你是去准备去非洲吗我也想去非洲 我说你想去就去吗对吧 然后他如果他想去那边搞装修职收银职 说别的也不会啊他说也是准备想去他年龄比我大他二十七我二十岁他说之前也拍保二十年爆了一款 后来那个他说他们那边的那个项目不得人看到了说影响不好他全部去删呢 哎呀有的地方确实管得点啊就像我们那个地方 我们甲方里我们知道还鼓励我啊说好好拍啊万一说火了怎么办是不是都成网红了 还干啥宝是不是我是拍那个抖音吗之前拍那搞笑的我不知道为啥啊抖音一个普通人真的想火真的太难了我感觉抖音你跟风还行其他的话就不好搞啊现在是下午的五点多了五点多了下面我算一来就没做饭今天是做个饺子 刚才我奶奶也是在下面帮助他们包饺子天眼马上快黑了估计饭都快做好了现在就下去了 啊一会就要手把饺子天眼 这进来就换一下洗换一下拖钱进去上面有拖鞋 马上天黑了兄弟们 我奶奶在下面看到没有 啊 好 我手提睁看不见 哎哎哎 看一张 兄弟们现在是晚上的几点 现在是8点多了 然后我就上那个二楼 回到咱们的豪华别墅啊 来睡一觉 该睡觉了 困了困了兄弟们 玩会儿游戏吧 他在当 昨天那个小孩 是我 三姨奶 他孙子吧 就是他大儿子 大儿子的小儿子 孙子是4岁吧 长得不太高 上面说我那个还用电子 我说没事我以后我我自己关 等着他他就关上了 等你关上了 然后我就一玩会儿游戏啊 我就睡 现在 就是弄早了也睡不了 另外就是也更新不了 我这个 这没什么 我也猜 油量的话更新不划算 所以说 就没怎么更 还是一直开点水 到时候 就是有网的地方 也更新 那时候要更新的 哎 到时候把这几次 全部弄新完 在非洲那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网 我就是个麻烦是两个兄弟们 然后这屋子看起来还挺大的 有两个床 这个床没用 我睡的是这层那个床 然后这边有床 都是老物件 说 兄弟们把衣服脱了 不一样的兄弟们 我还是喜欢把那个衣服呢 放在这个枕头上 枕头 枕头的热放 准备睡觉了兄弟们 睡觉睡觉 我会放这边 睡觉 先弄好了 现在好痒 好几天没洗澡 他这也没洗澡 好地方 然后我老家里没有太阳 我只有十几天没洗澡 我那18号 18号回来 刚现在是31号 等着10几天 应该有 4天28 应该有13天没洗澡 明天呢 就到了2月 我身上好痒 身上好痒 啊 兄弟们 我身上我经常不洗澡 的话就身上同一痒 然后身上出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 有那种 小包 应该是皮肤病吧 就是 以前小时候 几十年不洗澡 我没事啊 一长大 各种各样的 哎 没办法说 各种各样的毛病 都随着 哎 还是咱们小时候 哎 长大之后 感觉 挺那个啥的 好了 咱们现在就 睡觉吧 衣服也脱了 痛肥瘟的睡觉 把这个灯关了 要不然他一会又 又那个啥 又过来灌灯 哎呀 我三一那给我奶奶一样也特别少啊 就是灯 你不能长时间开 关上 咱们打游戏感觉都可以 看不见了兄弟们 OK兄弟们 睡觉睡觉了 这个是两层的被子 OK兄弟 挺得住 睡了 睡觉 晚安兄弟们 拜拜